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结婚这么久了 但是两人一直都没有在自己的孩子 张伦硕也是真心爱他 就算是知道他和前夫有三个女儿 也愿意跟他结婚 更重要的是 他带他的三个女儿 就像是自己亲生的一样 他们还带考拉上了湖南卫视的再亲子综艺节目 这个节目也很温暖 张伦硕比自己的女儿还亲 但是结婚后 他还想给张一个自己的孩子 作为他的妻子 估计钟丽琪也知道了丈夫有多想要自己的孩子 他也开始在慢慢的被孕 甚至去美国做事管婴儿 这之后还被拍到他在医院妇产科检查的照片 毕竟 就在他这个年纪生孩子 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还有就是高龄生孩子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他二十岁的大女儿 极力反对他生第四胎 事实上 大女儿也是因为担心妈妈的身体 害怕风险 但大女儿的劝说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我认为生活会变得有趣 充满挑战 而大家庭将变得更加活跃 从张伦硕的微博中我们可以看到 钟丽琪和张伦硕 仍然对生死胎的包有期望 但丈夫张伦说却对妻子准备怀地死胎这件事 也大方的回应 其实我觉得正好 只看这八个字 就知道他对妻子的爱对家庭的向往 他并没有嫁给错误的人 祝他们越来越幸福